当起你自己的男主角跟女主角 我跟你妈妈会支进退 开始我们自己的新生活 也就是爷爷奶奶的生活 靠你们的努力了 结完婚不能避孕 如果说避孕的话就要退货 67岁张晨光取习致辞狂吹声 谢周游没有阿哥就没有我 真的是非常的激动高兴 也会呢就特别的祝福我 在这个致辞这方面 不要丢着脸 也不要讲太长 也不要讲太久 尤其是不能讲有颜色的笑话 那我就快一点 我短一点 尽量认真一点 好吧 好 好 张晨光7号开心娶媳妇 长子张军杰偷得美人归 迎娶初恋同学 这对家偶情色和命 还在典礼上表演 老爸张晨光当然也得献上祝福 当起你自己的男主角 跟女主角 我跟你妈妈 退支进退 开始我们自己的新生活 也就是 我还好 演演奶奶的生活 靠你们的努力了 尽快 今天在年初的时候 就是 很严肃的跟我讲说 老爸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请教 好 你看 什么是可以这么严肃 她说 我想跟我心爱的女朋友 把我们的感情再生化一次 当时呢 我就感到非常的意外 她怎么会把这种私密感情的问题来 包括她的VVIP 恩施阿沟 也带着老公李朝勇到场祝贺 一边敬酒 一边酗酒 我把她说 我把她说 她跟宗师 对 她也是个人带去帮忙 最少小孩子 最小孩子 最小的帮忙 也要 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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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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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Itu 吉封 其他包括蓝芯梅 陳美鳳 还有 缥可力 王彩华 以及壹票花系列女心全來了 婉君表妹于小帆 也戴着18岁女儿亮相 虽然戴着口罩 但难言情而戴光吗 我女儿还早还早 他才刚满18岁 还在念书还早还早 老了 大家都老了 变成一辈子 然后参加第二代的婚礼 很开心 听他高兴 光哥 找你抱孙子 我跟你讲 今天晚上只有一次就中 对不对 应该不能包太多吧 反正吉祥的数字吧 六六大顺啊 八千八啊 怎么完备不宜包太多 那如果我们第二台的时候 麻烦光哥可以包八万把 我傻呀